反正就是我看到他们就是很生活的那种 不知道他们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也没什么也不干什么正经事 没几个正经人主要是 对 所以你各种演习必须得把曼婷整回去 然后我就开始哭啊 对 在直播了 对在直播了 你这不说是啥 说啥 这里开着冷气的 哈喽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欢迎大家走进高危意识 今天的主播换了哈 美女一直都是 哈喽欢迎欢迎 为什么我看不到 他是从这儿写 欢迎子豪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走进高危意识直播间 你先播半个小时 来吧 我还没醒过来 我们今天在那个重庆的一个山上啊 我们这叫什么山 山清水修的山 对 山清水修的山 对 我们在那山上 然后有可能信号不是很好 哇 欢迎气 我们下车就你闲时出来了 说我是神经病的人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个钥匙在门上 放点音乐吧 眼有点好干是不是 你开水了吗 喝点水就不干了 没水 贴气这么冷 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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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我也在 也许 也许也在 哈喽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我们本来 本来在这个山上 今天晚上为了 做好 结果特别下雨 嗯 然后呢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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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我们的 当中 我们是 海景房 然后 也是 有海 江景房 对 江景房 长江 老师 世界有那么多人 对 然后 多幸运 没有找 我 有个 我 还给打车咖啡 但是 这有场命运中的晨昏 常让我 望远方出身 是 微车挑转在池塘 看飞机哄他一声去圆巷 光阴的长老 脚步声叫让 灯一亮 无人的空荡 晚风中伤光 几阵从前浪 飞驰中旋转 已不见了吗 远光中走来 你一身晴朗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声不响 我们灯还在亮一点吗 灯光有点黑宝贝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情笑容 然后老师他们现在还在三楼吃饭 这有场命运中的晨昏 常让我 往远方出身 天呐 是带光返怎么办 哈哈哈哈 黑室也飘转在池塘 看飞机哄的眼神去圆巷 光阴的长老 光阴的长老 几阵从前浪 飞驰中旋转 已不见我呢 远光中走 你一身晴朗 我们现在听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声不响 小声装浮光 几张旧模样 留在梦天里 永远不散场 暖光装醒来好 干了半天我在哑播呀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吗 再可以了 好 好吧 我戴个耳机就好了 来宝贝去我皮上里找一下耳机 我的妈呀 对我带个 这个小姐姐昨天看到了 是的 这个小姐姐 今天我来给大家直播 然后待会给大家介绍几位小伙伴 都是我们心灵一家园 教师内训的第一批讲师 然后让大家聊一聊面 我们这两天是在重庆的线下社区活动 然后我们是两天一 我们两日一游的这样一个游学活动 那我们参加活动大概有60人 感觉都非常好棒极了 然后大家上完老师的课都特别特别的有感触 我待会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心灵一家园的这个家属 哈哈 对 在包里 对 但是耳机就好一些 就 听到了 一直有声音 谢谢妹妹 可以听得到 可以听得到 要好一些哈 我们现在还有背景音乐吗 用摩扇放就好了 然后这样就能听见声音了 现在可以正常听得到吧 戏好多 Marty想出场听到了 好 谢谢大家的赞赞 我看到很多家人都一直在点赞 谢谢大家对主播的支持 谢谢大家对高维意识的支持 每一样的青春 在泪水里 倾施过的长沫 背景音乐现在OK 好 谢谢谢谢我们的元齐 改个仰 仰音音突然有点想不起你来了 然后欢迎大家走进高危一时的直播间 我们现在在重庆的山上 今天我们朋友给我们安排了 这个江景房 让我们关长江 然后有购火晚会 但是来这边就下雨了 一直下雨 然后购火就没有点起来 但是大家内心的火也一直在燃烧着 是的 今天重庆有点冷了 然后我们都穿上了这个 普通话都飘了 穿上了 死床的 对我们都穿上了这个 夹克 小太阳给我拿的夹克 非常的温暖 然后老师现在还在三楼 喝着我们自己 自己那样的桂花酒 然后我们今天的晚宴 全部都是素菜 非常地丰盛 然后那个桂花酒是真的火辣辣的那种辣 但是非常地爽 喝完一个以后整个人都热起来 就并没有觉得有多冷 然后我们这两天的这个重庆线下活动 今天就算是结束了 最后一天 然后明天大家都飞往各自的岗位 各自的城市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因为这两天呢 老师第一天带着大家去接纳自己 然后带着大家去进行重生 那我们 昨天一天 大概大家给了 老师给大家就是讲的 你的财富密码 还有就是如何找到你的天赋潜能 去创造你的丰盛人生 那我们呢 有很多的小伙伴 昨天天的课程呢 加入了我们的贡界 还有我们的会员 还有报了我们22号的卸下课程 所以呢 大家也是透过 有很多同学们 第一次参加我们老师的卸下课活动 然后呢 就是 备受老师的这个 启发啊 就是非常的受益 然后很多同学们决定 跟我们一起在22号的惠州 和我们一起这些七天的这个实修啊 实修营 那今天呢 我也会给大家在直播介绍几位我们 心灵家园 第一批 我们教师这个讲师 那他们呢 也非常非常的优秀 在这个心灵家园呢 一直默默地付出着 其中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首歌 就是我们心灵家园的主题曲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年纪轻轻的 小Martin啊 然后他做的一首曲 就是唱的 男主部分是他唱的 非常有年轻的一位小伙子 接下来 待会儿我给大家引荐一下 我们都认识我们的几位 这个真女人不开美颜 我没有美颜吗 是的 就是你学了很多 跟着曼夏老师学习 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是接纳 做真实的自己 然后接纳自己 包括不管没有美颜 口红都吃过 吃饭吃光了 没来得及补妆 也算是把真实的大家 真实的自己给大家展示 好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 介绍为我们心灵家园的一位讲师 他叫Martin 也是我们长沙的这个社区的负责人 发起人 美女我来了 欢迎你 是的 然后大家想不想见到我们这位 非常有年纪的帅气的小哥哥呢 如果想的话 我们评论区打个一好不好 小依依扣起来 想 杨依依 想 哇哦 小依依扣起来 哇 这么多家人都在吗 我们这位讲师 你们的出场粉丝就一片了 想 想 好 好 那我们就有请 这位非常有年纪的小帅哥 跟大家聊一聊 他和心灵家园的故事 以及曼克老师学下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收获 好吧 好嘞 我们又去Martin 带上海星灵 梦里归杠那样心灵 我要调一下这个美颜 哈哈哈哈 这不是没有美颜吗 没有美颜 有美颜 请 你别调 你调到我一会儿打几眼 哈哈哈哈 还是这样子 嗯 挺好的 嗯 帅吗 嗯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心灵家园的Martin 谢谢 这次来到重庆 然后再次跟大家一起相聚在了我们重庆的社区 然后也是我们心灵家园第一个线下的就是实体社区吧 可以算是 然后也非常的荣幸和开心的嗯和很多小伙伴一起嗯共度了这三天美好的时光 然后可以说是这三这三仅仅这三天就真的是干货满满啊 我真的非常大推荐大家可以来线下一起来体验啊和麦克老师和各个小伙伴的一起的一个互动 从呃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就是呃了解就是改命就是我们的那个了凡四讯相关的呃一些内容 然后第二天呢有一个财富财富密码 然后呃老师就教我们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我们如何获得财富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呃各式各样的 就是我们平常呃各式各样的人都可能会遇到一些财富上的问题啊 或者是关系上的问题啊 亲密关系上的问题啊 或者是嗯就是呃等等这相关的一些呃遇到的一些卡点吧 然后光是这两期呢其实就已经就有很多伙伴 他们就嗯解决了非常非常多他们内心一直以来的一些困惑 然后以及很多自己从来不知道的呃一些卡点 但是渐渐的也从这三期的一个接触当中浮现了出来 并且嗯有的伙伴甚至是真正感到重生了 所以你要就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场域的力量有多大 这个爱的力量有多大 所以嗯非常推荐也非常希望嗯就是了解心灵家园的 然后希望和麦克老师见面的 或者是想要嗯提升自己能量以及以及以及解决日常 就是你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卡点或问题的伙伴们 都可以来线下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体验 那么大家也也都知道 我呢是参加过之前老师呃初期呃举办的就是那个四期的教师培训 然后第一期我是没有去的 可能就就是还是对怎么说呢 就是我我也知道自己可能觉得哎呀很远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怎么出远门的一个人 但是这次我就就第一期没有去嘛 我在线呃线下哦对线上 我在线上就看到很多伙伴在那个现场的一个状态非常的吸引我 我相信体验过的人大家都都知道就是那个线下的活力 那个绽放每个人的笑脸 然后每个人呈现出来的爱的能量包容和接纳 是你从来就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就像一个梦幻梦境一样 但是你从你从你透过屏幕你看到了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如此美妙的地方有如此敞开包容的伙伴和就是同伴吧 就是觉得非常温暖 于是呢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我说一定要一定要去到线下 所以我才在就是知道的伙伴也知道我在第二期的那个迷勒 对迷勒站和大家正式的见了见了个面打了个就是打了招呼 然后介绍了就正式的介绍了我自己 然后也遇到了非常多的伙伴 以前都是从屏幕上以前都是从群里面通过文字的方式认识大家 但是当我真正的见到每个人的脸庞就是面容的时候 我才发现哇好像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 就好像我们都是老朋友的感觉 并没有任何的陌生感说实话 然后嗯而且而且就是刚开始我可能会有一些拘谨吧 就是大家刚就是新人来的时候所谓的新人吧 就是嗯刚到线下的时候嗯都会有一些拘谨 然后因为也不认识大伙嘛 但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接纳你 然后你会很快的融入很快的融入这个场域当中 然后你就会很舒服在这个场域当中嗯和大家一起沟通啊交流啊玩啊学习啊 就像就好像我们都是老同学老伙伴一样 所以呢呃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顾虑觉得哎呀我都不认识 我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加入我们 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是充满着包容和接纳的 然后呢有任何问题你可以跟你身边任何的一个伙伴去交流 甚至把你的秘密分享给他们 因为你可以足够的信任他们嗯以前不敢说的或者是一直憋在心里的 你也可以跟他们倾诉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神奇美妙 也非常期待我们在每一期的线下的活动当中 你能够看到更多的新鲜的呃血液能够有更多嗯就是新的面庞出现 然后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嗯好哦有个伙伴说学费怎么收 那这个来私信客服嗯你可以私信客服就是关注这个呃 客服号高维意识的客服号可以问问一下就是就是他就会很快的答复给你 10月22号吗对10月应该是10月22号的对吧 我们这一期呢是在10月22日在惠州有一期7天的呃线下课程 是的然后这一期的课程也是内容非常丰富一边学一边修一边玩 对然后呢呃真的非常非常多干货你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的 你可以直接来呃来到我们的线下去来来一起感受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对嗯好嗯对学修玩就是呃因为老师就是迈克老师也说过就是我们的学习呃要配合着修行的同时也要把它玩出来在生活当中以一个轻松不费力的方式去运用它呃有用一个游戏的心态去呃 把它玩出来这样呢你这样子学习的一个动力也一直都会在 而且你把它用出来的那种心态你也会能够放得很平就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是的我们都说呃什么是修行其实本质上我们修行其实就是在就学会怎么享受生活怎么就是学会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觉得嗯本质上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但为什么我们仍要仍然要去学呢要去把这些系统性的东西去打扎实呢 还还还嗯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在从小到大然后接收到的一些信念啊一些限制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我们其实无法真正的融会贯通呃一些东西 然后嗯在生活中可能就无法的把智慧运用出来 即使你知道很多东西但你不一定会用对不对 所以就需要呃我们在一起为什么会有学校这个概念 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氛围是一个学习的氛围 然后我们能够学的更好 为什么会有健身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还是不是因为大家一群人在一块健身一起运动的时候你就能非常非常的有动力 其实我们这个社区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练一起修一起玩 那么这个的效果和成就是它的效果和那个动力是不是就成倍增长了 跟你一个人在家里修行去学习的效果是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相信只要体验过心灵家园线下的活动 那个参加过我们的课程的伙伴都是感同身受的 对所以也再次的呃鼓励大家呃点点你的小手来打开我们的这个课程链接 啊一起来报名啊非常的欢迎大家和我们啊所有的伙伴一起来玩一起来修一起来学啊 不要把自己当成客人因为你就是心灵家园的主人你可以在这里成为你自己 好那么我觉得我我分享的其实也就这些差不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呃呃要有请我们心灵家园另外一个非常有才的一个伙伴啊 我相信很多伙伴也能也也也也听说过他或者是见过他然后也是很甜美的一个美少女啊 那他的名字就叫甜甜啊唐竞甜是吧 唐竞甜净 sorry 他的全名我还不是很熟悉我都是平时都是叫他甜甜 好把我们的直播画面交给甜甜 然后让甜甜来分享一下他在心灵家园的一些故事啊和感受啊等等 嗯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这个弹子是吗 大家好 我是甜甜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期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我今天还上台分享了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变化 我是其实我第一期的时候非常的不太自信 而且当时老师说有一个练习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自信的人到台上来 然后我就上去了 当时觉得自己就是也不好看啊 然后就是不太自信的状态吧 他们都会说就是不太相信 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自信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样子 我上台呢也非常的紧张 就是感觉整个人都在冒汗 然后这一次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又让我上台去分享了 我觉得我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非常放松的去分享我最近的一些情况 也没有之前那种很紧张 然后不敢说话 很害怕自己说不好的那种状态 谢谢橘子 谢谢依依 今天分享的呢是关于两性关系的一些话题 其实也和我们22号线下课的那个话题是同频的 22号线下课呢 我们讲的也是有一个双修 是和自己的一个关系 那其实今天说这个两性关系呢 也是在说我们和自己的一个关系 那当我自己就是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桃花运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 我今天说的就是 就前几天大概有四个男生 同时他约我出去 像之前的话 我有很多的限制的信念嘛 我会对这些都有那些批判 可能我会觉得 我跟一个人相处 就得好好的跟他相处 然后要到结婚的那一步 会给自己这些责任等等的在身上 现在我就会觉得 就是人说 我跟这个人出去了解一下 跟那个人出去了解一下 都是OK的 都是被允许的 就是我要去接纳我自己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看到我自己的这个闪光点 那他们也会看到我是很棒的 他们也会跟我是同频 就是我的一面镜子 谢谢 我再说一下 我的那个念头当时其实是很纯 比如我 我是跟Martin 大概是晚上九点在那里讨论 我就说我从来没有跟弟弟谈过恋爱 然后我就要吸引个弟弟来吧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就有一个弟弟就发信息给我 就说他想我了 是之前我的一个同事 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就忽然间就是冒出来 还有一个呢 是我有一天在家里面点蜡烛 是那种小小的这样的蜡烛 我就大概摆了一个爱心桃的一个形状 我就在自己家里面嗨嘛 他们说你摆个蜡烛干嘛 你是要晚上有男的要过来嘛 我就说没有啊 就可能是想着好玩 那我就吸引一个来吧 大概够了十几分钟 就有一个男的就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就说 他家没有开水了 要洗一下杯子 然后他就是找我来借这个开水 把他杯子洗一洗 就很搞笑 而且聊起来发现 我们两个都是选美术的 然后我们也都养猫 就是很同频的一种状态 也会很有话聊 他是做动画设计的 然后之前我也是在一个游戏公司嘛 所以这种动画呀 我也是接触过的 就是很 很怎么说 很有意思吧 他的那个长相呢 正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戴一份眼镜 看着比较斯文 但是他的身材又还挺好的 就是我很喜欢 我分享这个 我自己是想了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 当我的一些限制的思想就少了 就是这四期课 让我打开了很多嘛 所以我的吸引力也会增强 同时呢 我更加相信 我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就当我想要的时候 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会来 只是过往 我们给的自己太多的束缚 我们会评判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然后就把自己给封锁住了 然后还有一些责任啊 一些道德的东西 会在心里面去批判自己 还这样做 肯定是 可能又不道德啊 又对谁谁谁 又不好啊 其实都是在 还是在委屈自己的状态 都没有把自己又活出来 首先都没有去 问自己要什么 我们最先要满足的是 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才有 这个更多的爱 爱满自义嘛 才有把这个爱去 散发给其他的人 把这个爱传播出去 然后还有一点是 当你吸引来这些人 过来的时候 你也是在问自己 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有不同类型的人 他其实反馈的 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嘛 就是一面镜子 你通过这些镜子 你去看到你内心的东西 然后 比如说 你就想体验这样的 各式各样的人 那是可以 如果你想体验 长期的这种关系 那就问自己 到底想要的 长期关系的这样的人 他是有什么样的特质 对 大胆的要 大胆的体验 我们人生 就是一场游戏 我们现在在这个 游乐场里面 好好的去玩 好好的把自己给活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四期课 我的一个变化 也是特别的大吧 今天那个Wiki还说 你还记得 你第一期来的时候 那个死样子吗 我都说 我有点忘了 好像麦克老师 他也形容一下 就是 身人物尽 谁都不要靠近我 然后很冷 很高冷 然后今天 他们还有人说 我很甜呀 其他的这种形容 就是 整个人会打开很多吧 然后跟他们也开玩笑啊 干嘛的 都觉得还好 而且在台上 我去说 这些事情 怎么说 他们也说 很大胆 比较勇敢的 去把它给分享出来 我是真的也没有想太多 想什么就说什么 像过往的话 我还会想 我讲这些东西 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 不正经啊 什么的 现在真的是没有 就自己觉得开心就好了 谢谢 这就是我 我今天分享的 关于这个 性关系的 对 10月22号 我们这个线下课就开始了 大家到这个场域里面来体验 那我还要说的是 我们在线上上这个课 跟在线下上这个课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老师他给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场域 那我们这些学员都聚集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点 我们各自呢 都一起演绎出这种 比较放松 比较愉悦 就大胆地活出自己的这种状态 那你自然而然的 你从内在就会开始去改变 去融化 并不是说一天两天我忽然就改变了 而是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浸泡着 慢慢的一点一点 就忽然有一天回过头去看 就发现自己真的改变了很多 所以呢 这七天的时间 是非常适合大家过来去体验的一个时间段 我们最开始要修的就是 我们爱自己的这个 我说的这个话题嘛 那当我们把自己爱好了之后 我们跟任何人的关系 它都是会非常顺利 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来我们线下课的话 欢迎去咨询我们的这个课服 好的 我来看一下这个背景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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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还要分享先啥哈 我想到那个枝易姐姐 他的那个改变也特别大 之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看到别人拉个手啊 都会说这个人不正经 穿个牛仔裤也说别人不正经 如果是穿个破洞牛仔裤 他就会觉得太不正经了 就非常受不了 但是他参加这个线下课 然后他就慢慢开始改变了 当他看到明寒 那就是那种小妖精的状态 他就特别羡慕 然后他就想跟明寒一起去学习 线下课的这个主题呢 是我们这个 生命双修 性命双修 其实也就是修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 然后我刚才现在分享的呢 是我们的跟伴侣的关系 两性关系 我刚刚说到那个智义姐姐啊 他现在他也在谈恋爱 他其实之前学了很多年的国学 就很长的时间 都是一种很保守的状态 之前一直说别人不正经 然后现在也是非常大开 非常绽放了 真的 特别特别的美好 看到大家的这个变化 我也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包括自己也是 看到自己非常开心的状态 以前其实还有很多不敢做的事情 都像工作的话吧 之前那也是一直默默地去承受 一直压在心里面很多委屈 也不敢去说 我在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就 我记得中途跟我的那个领导 还有人士那边 就表达了我内心 很多年的一种委屈 然后很出乎意料的是呢 他们并没有觉得 我表达了这些 就是我不行啊 或者是我不好 他们没有这些评判 反而他们会问我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什么样的资源 他就 就去给我 还有关于这个 我做管理的话 就是手下的人 是不是要去替换成 能力更强的啊 或者是 让谁谁谁来帮我 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他们反而就是 更加地去支持我 然后包括工资 他们也说 会给我去加工资 就是 很好的一些这个改变吧 过去呢 我都是憋在心里 我都不敢去说 那所以我们也要 及时地去表达我们内心 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且要相信 我们真诚地去表达 一定会收获到 更加好的一个安排 宇宙它都是安排好的 你只要带着爱 你带着一种真心 真诚 你真正地去活出自己 什么都会给我们安排好的 我们要相信这个架构二 像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里面 麦克老师的这个分享 就是我们相信架构二 然后当有很多情绪的时候 记得做一下流程 其实提醒一下自己 现在的都是一些剧情 那我们自己既然都是导演了 那我们想活到活什么样的剧情 那我们自己去导演呗 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信心啊 那到这个22号的线下课呢 在这个场域里面 当我们去听到很多小伙伴在台上的分享 就会更加有信心 你想一下我们之前的 了解的这种商学院的模式 其实就是 它会告诉你 你边上做的这个 可能就是身家几千万的这个企业家 然后你所有的同学 都是非常大的老板 你这样的信念植入 你是不是会更加的相信 你自己跟他们也是一样 大家都同学 你肯定也是非常有能力 那你想创造什么 你完全可以创造出来 它就是给你按下的这个确认键 就是信念的一个转变 那你在线下的话 你这个信念的转变是会更加强烈的 就过去你一些 包裹住自己的这些信念 会慢慢地解开 也会融化的 在这个场域里面 会给我们所有的人 带来这样的一份力量 有时候我想到 在台下坐着 就是去听迈克老师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忽然有一天 或者忽然某一刻 你就豁然开朗 就是很神奇的 甚至说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那么一瞬间我睡着了 我的意识也是在听迈克老师在讲课的 也会给我的信念 就是我冰山底下的那种潜意识的信念 带来一种融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我们的线下课哦 特别地欢迎大家一起来 然后见见我们的同学们 来见一见迈克老师 来拥抱一下我们的迈克老师 我们跟他来一个这样能量的共振 还有很神奇的一点 是我以前也不太认识迈克老师 然后第一期线下课的时候 我到大理 然后也是跟迈克老师拥抱了之后 我感觉就是会后面经常的会梦到他 就会有很强的这个链接 然后我的一个状态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就好像忽然间就开始去理解那个爱的能量 因为迈克老师他是非常有爱的 然后他想把这份爱送给我们所有的人 那一刻我其实是接收到的 然后就跟他的这个交流过程中 就被他的那个爱所感染 也把我内在的一个紧闭的一个新门吧 就是打开了 还有就跟线下的这些同学们 你真正用心的去交流 像我们的苏菲武 就把这个手放在心口 就放在对方的这个心口 两个人互相的做这样的链接 就是灵魂层面的链接 那你们想这样的一个练习 我们在线上的话 它是感觉不到的 一定要在线下我们面对面 我们两个人 这种灵魂的这种交流 这种链接感受会非常非常的深刻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赛斯练习动感进行啊 早上那时候我们大概是六点多就起来 就起来跳 然后呼呼呼 大家去释放自己 你跳了之后 有很明显的会感觉到 你的海底轮就是被激活 然后整个人的一个能量状态是流动起来了 像过去 经常在工作里面 可能你坐在那里一天都不动 你对着那个电脑 你的很多的能量 其实都只是处在头脑中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用头脑去创造 去思考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 我们学赛斯之后 我们是回归到我们的心 我们用心去创造 然后我们的身体也非常的智慧 就在这个线下的场域里面 我们身体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我还记得有一个赛斯练习是威力之典嘛 当时我就坐在 我们跳的是那个动感进行 这个动感进行 它是有四个阶段 大概是早上 一般是早上起来跳 跳这个舞呢 它其实就是去激活我们的身体 激活我们的这些脉轮 让我们整个人开始流动起来 甚至有的人他在跳的过程中 他就哭了 就哭得非常的强烈 就在那个地上 就是垂地或者是躺在地上就打滚 然后不停地哭 不停地把心里面很多年的这个委屈 给说出来 我记得那个蓝蓝她就是在苦 然后在叫喊就是说 爸妈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她这么优秀 她释放了之后 她其实非常的喜悦内心 也是今天麦克老师说的 当时微笑呢 微笑哥他看到他老婆 就是这样释放之后 他其实也流泪了 他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老婆之前 心里面也有很多委屈 其实在这样的释放之后 他们两个的关系又更加的升华 对苏菲舞 刚才我说那个苏菲舞就是 把这个手放在对方的这个胸口 一般是两个人面对面这样做一个练习 那当你跟他练接完之后 再换下一个人 又跟另外一个人这样去练习 我做这个练习 我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记得当时我练接了月亮姐姐 就我在看着她的眼睛 我就感觉到她就是我 我们俩就是一体的 然后我就非常不自觉地就流眼泪 同时呢 我就是很直接地就告诉她 我爱她 因为这是从我内心 得到的一个这样的 很真切的一个感受 然后她也告诉我她爱我 就我们俩就是一种 非常真实的一种感受 去激活自己内在爱的这样的力量 其实也是在激活我们的创造力 别人接受了 别人接受了 干 明寒来补充啊 没有 你讲 你讲挺好 嗯 这是我们其中的几个练习哈 还有是写 赛斯练习的话有很多种嘛 我刚才 我还要说那个威力指点呢 忘了 我记得是 一配老师 她就坐在我前面 她当时 她的那个腰很痛 当时是 我记得好像是小慧 她把朵朵的一个杯子打碎了 那一刻她的腰就非常非常痛 就是已经直不起来 她是趴在那个桌子上 当时我们都都看到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威力指点的练习 就是回到这个杯子打碎之前 那我们就是 去梳理 就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当做完这个威力指点之后 忽然 一配老师她就说 她的那个背 一点都不痛了 就很神奇 就当下就 完全就改变了 然后她就起来了 就跟我们一起往外面走 我们就去做另外一个练习了 还有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 我们 第二期在弥类线下 我们去调试那个音响设备 当时音响设备是怎么调的 调不好 就是是有问题的 然后 皮特哥当时非常焦急啊 我们又开始做了一个威力指点的一个练习 就是回到前面五分钟 就是这设备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我们做完这个威力指点之后 这设备忽然间 她就自己好了 然后我们的课程就可以正常的去录制 又可以正常的开始 就非常非常神奇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在线下 在我们的一个集体场域里面去体验的 我们在做这个练习 也是几个人形成一个小组 去做这个练习 当我们人很多的时候 其实也是力量的一种 信心力量的一个增加 就是当我们的信念会更加的相信嘛 就给我们自己按一下这个确认键 对 非常的神奇 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故事 所以我们22号就等大家过来哦 那说到这个22号 期待大家过来 我想到在我们上这个四期课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阻碍 说有其中有一个阻碍 可能大家会说疫情 可能就是 现在疫情好严重啊 我们出不来呀 或者等等 但是当时也是很神奇 我在长沙 长沙也是疫情带新的一个城市 我出来之前 长沙没有带新 就是没什么事 好 我一出来 长沙就出现了疫情 就开始有一点 那个问题了 而且就是我小区边上吧 好像就出现了一例 但后来当我回来的时候 这个事情又好了 就是解封了 而且我回来也一直是绿马 我当时印象很深 是我朋友圈 有两个人 他们也去了云南 但他们一回来 他们的那个马就变黄 马变黄之后 他们就是要隔离嘛 但是我的马就是一直就是绿马 我还在朋友圈 我还不死心的去问他们 你们是不是没有报备呀 他们都说 我们很早就是提前 也是在那个小城区上面报备 说过几天就要回来 但是还是给他弄了黄嘛 我的就没有事 还有很神奇的一点是 那个马亭的一个二维马 甚至都没有显示他去过别的城市 就是一直都显示他在长沙 就很神奇 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分享 是我第一期在大理的时候 我要去做那个核酸嘛 这是非常考验 我们内我们内心恐惧的一个事 我先说内心没有恐惧的人 他是个什么状态啊 我记得好像是贤鱼哥 还有滴答 他们去做核酸 就好像别人没有看到他们一样 他们就是静止走进去 非常顺利的把这个核酸给做完了 庞若无人 然后我呢 我是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恐惧的 所以当我到那个核酸点的时候 就有人来拦我 然后他就说 让我看一下你的这个行程码呀 你是来自哪里呀 我当时还是有点害怕嘛 因为长沙是带新的 带新号的话 可能就会要隔离在这里 然后后来呢 他就知道我带新了 就是几个人 大概有五六个 是保安 还是 那个警察 对 还有公安的人在那里 说的有点多 总之就是 好好好 最后就是一切都顺利了 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都顺顺利利的 然后呢 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好我再有请另外一个 是小太阳了 让小太阳 我们的重庆线下的小伙伴来一下分享 好我少说两句啊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伴 耳朵没带好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伴 我的微信名字叫小太阳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迈克老师带着他的伙伴们 就是从深圳这边过来到重庆 我们重庆的小伙伴们 真的是很开心哦 就是特别特别的快的 就是其实从做决定到到那个 最终他们决定过来 就是在9月20几号才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然后就特别快的 没想到就就真的把大家给显化来了 然后老师带着几位就是 从深圳过来的就是总部的小伙伴 然后还有我们全国各地的 长沙的北京的好多西安的 反正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 真的特别的开心这次 我们在线下的话 这次老师带我们就是 改命和创造财富的这一块 那我其实真的就是看到了 老师从那个高维这一块解读 那个高维这一块解读了凡思讯的那种 包括《道德经》他也有提到 就是改命这块它的核心的一些地方 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 然后其实我也是那个就是我之前也是参加了那个教师内训课的 就是非常的开心 就是因为就想见一下老师 其实之前就是在公众号上面听老师解读塞斯资料嘛 然后就特别特别的想去见一下那个 大家伙一起学习的同修们 然后想去见一下老师 我们在线下真的就刚刚那个 Martin和田田也都分享了 就是发生了特别多的神奇的事情 就是那个整个的能量场 特别特别的棒 就是本来我自己也是学习家庭教育的 然后自从我就是跟随老师学习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真的那个孩子不用管的 他自己就是 就是自己管自己管得特别好 我整个暑假 我自从那个六月底出去 然后到那个九月初才回来 但是孩子他其实他整个暑假也玩得特别开心 我以前其实就会有那种焦虑说非常的要去照顾孩子啊 然后他的吃穿住行的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我就发现了就是 不用怎么管 然后孩子真的就是给他爱就好了 给他很多的自由空间 他自己会生长得特别好 然后就以前可能会有很多的那种焦虑在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其实今天小伙伴 有一位小伙伴分享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我身上的那种松弛感 就是那种非常放松的那种状态 就是跟随着老师学习四期线下课呀 包括说持续的听这个赛斯资料 还有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相信架构二的善意 我从六月底出去之后 然后我就 就是想出去流浪一下 然后就去到明南 完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去到深圳 然后又去到广州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会去深圳 没有 之前都没有 没有那个就是 没有这个安排和计划 包括去广东也是 就是反正跟随内心的那个就是非常小的那种冲动和直觉去做决定 那么就是我的分享也差不多就这些吧 然后因为那个我们重庆的那个其他的小伙伴我们现在在上面他们也准备我们准备要那个跳灵魂之舞老师带着大家 就是线下的话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链接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 我们的家属 家属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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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高位议事的直播间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的重庆 然后我们刚刚结束我们的两天 就是我们三天的优学活动 我们现在在重庆的山上 然后呢朋友我们准备了这个江景房 那我们待会呢会带着大家去我们的大厅 看到很多的这个小朋友 没听叫啥 你问哪个 刚才那个是小太阳 上面那个叫甜甜 现在这个叫明海 你喜欢哪一块 来不管你喜欢谁小站站点起来啊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带着大家去我们的这个 呃你们走吗 走 那那要打伞的呀 不然要把我的这个镜头淋湿的 会下雨吗 我不知道啊 然后带着大家去我们的这个楼上啊 然后他们都正在喝这个桂花那样的桂花酒 然后现在有一点黑啊 大家 你 我叫明海 喜欢的小赞赞点起来 然后呢 哇有点黑 没有伞不用伞也行 基本不下雨了 哇这里真的很美啊 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这的灵气 就是一花一草 那种灵气 你会发现真的 有的时候啊 花花草草真的比我们有灵气 你会发现它不会因为 谁来 有谁没谁而去绽放 它只会为自己的生命去 全力以赴的绽放啊 然后啊 太黑了 慢一点 你孩子呢 孩子 我家后面 他有 有点黑啊 我们马上就到我们的这个三楼 我们现在是在外边 然后这里 我来了重庆才发现这里的这个地市是 你以为你在一楼 其实你在三里 然后就是从这家到那家就是高高低低 爬坡上低的 很好玩 刚才我和老师走着 差点两个人闪倒 还好玩 上来了 好 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 是这样的 没有你叫啥 你笑起来好 谢谢 然后我现在又飞船的 然后这国人大家又飞船上相遇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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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啊 给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们上第一期的这个伙伴啊 来 分享分享给我们主播接着 去参加 我们去外边 外面有点安静 这样 哎呀 这身体得断裂呀 我这是滑个楼梯 喘气 这样好吗 哎呀 抱歉了 抱歉了 有点光纤 哎这样可以 嗯 好来 分享分享 哈喽 小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 新兴奸员的 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个能量厂上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是用最真诚的一面和大家很敞开的去召见 包括呃老师在整个这个课程方面的话也是从多个角度从各个维度来为大家去全方位的给大家去做讲解而且很多实战的案例包括呃不同维度的去讲解绝对和我们市面上所学的那些呃决然的是不同因为这个老师的这个维度真的是让我又一次见证到自己心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在这个层面上我 我相信如果大家来参加这个线下课的话你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是我最深的一个体验而且就是在这一次参加这次的线下会上的话也深深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整个心灵家园的小伙伴们这种场能包括这些小伙伴们这种爱这种爱你是能够深层体验的因为当我们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说 让大家相互相互拥抱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很自发的用真诚的去拥抱每一个人然后每个人去用那种深深的用心的去体验大家的那种爱的那种流动 真的真的能遇见到我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这种爱的照解也许是灵魂的这种约定也好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也许就是灵魂的约定吧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走到这样的一个场能或者走到这一个场子里面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回到了家的感觉我们每个人大家在一起这种感觉 是一种老灵魂的感觉 欢迎老灵魂回家 她叫小语 我是小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体验这种线下课这个绝对是你线上是无法体验得到的虽然说我第一次但是我相信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讲太好了 讲太好了 因为她真的感觉明显感觉到小语是真情流露哈 非常好那喜欢我们水波机家人呢把我们的小赞赞点起来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位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他也是我们心理家人第一批讲师 这就是蒋世宇的Jacky哈哈哈哈哈我相信很多直播就好久没有见到这个男人了是不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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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场了啊你这样说没什么可说让大家看看露骨脸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Jacky欢迎大家多来心理家园玩一玩逛一逛看一看嗯这里充充了爱有很强的能量哎呦对我是Jacky 还有翠花和银子银子银子不熟 大家有空常来玩 新年家园 欢迎你们文远为你们散开 谢谢 那这个还是这样 一如既往 还有很多人都问麦克兰 现在我给大家找找麦克老师已经 麦克老师在这边了 我现在表现的是个表面变相 他没感觉到就是我 就这样就直播了 你没准备到新到 我知道我自己 我说一句我要去现实地当中 我会认出你的 听说吧 我在线下口口一上了 我要必须要把我刮几层 播几层 大家能听见吗 我们这边 我相较在播 我知道我自己 我瑞幸最暗那边 没有体验这个年轻 大家看着就放了 我把它一成播了以后 我的零高 我是很高 那就是我觉醒的时候 那开始你们都该知道 我又多高 不是因为我底子好吗 真的 我不是不骗你们 我知道我自己 你知道我知道我自己 我现在还没有突破 我我英文就是最新下面那个 黑暗那个里面 刚刚给你们说了自己一点点 那是一点 我告诉我告诉你们就是 我七月底的时候我做那一条 我做一个梦 我梦到三条巨蟒 然后从那个水里面冲出来 然后三条巨蟒 然后那个巨蟒 然后三条巨蟒 然后那个巨蟒 哈哈哈哈 这个表现一段强的很厉害 然后然后一别 我有点尴尬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三条巨蟒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对 小伙伴们都在分享自己各自的感觉 然后它是那个画面只有 黑和灰 灰 灰 灰灰白三个颜色 没有其他颜色 没有其他颜色 然后那个能量是给我特别正开 就是那个巨蟒 那个巨蟒 那个巨蟒 出来的瞬间 对啊 我们重写一下 能打到那个场景 所以让我重写一下 对 小伙伴们都会感觉是正开 第二个音乐 然后我们又说 来 3号给大家讲个调调 哈喽 大家好 哇 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帅 怎么帅啊 怎么帅啊 你帮我去 我们在三条巨蟒 不如我走先 我们在 三条巨蟒 重新呢 分别是关于我妈妈 然后我脑部 我孩子的国家 因为在那个三条巨蟒 那个梦出现之后 然后 我们都 对 我们都在兴奋的聊天 然后 对 对 我女儿在商场 人家也多在商场 我把她弄丢了 然后结果我做了 她又存在的钱 就存在了 然后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我脑部她 她的刹车失败 她在高速上 刹车失败 但是她不是 她好发微嘴 车子也好发微嘴 她把这个 她强势的把那个刹车 然后在这个 那个扎大的时候 那个手机美颜好厉害 给扎大 然后我去手机里面穿 我以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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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感觉不快 这个镜头 没有 没有拍 他们 在 那个 然后 那个 那个 对应 对应 不知道 找找 拿去 对应 呢 就是 这是 的 就是 就 很多 然后 它 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需要马亭 我要打个招呼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喝醉了是吧 我喝醉了 就去摇一摇 跟他打个招呼了是吧 Jack你要不要说两句 我刚刚已经说了 他也说了 我看到他说了的 我也说了呀 我没看到他说 你们俩要不要说一下 要不要分享 现在我是在直播 那我给你切换镜头了 就是我们来自上海的千亿 来自上海的千亿小伙伴 那他这也是 第一次来到线下参加 这个就是 上一次去到惠州 然后人家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 线下的那个活动 千亿姐跟大家分享 可以到外面去 外面的话可能要安静一点 这个日子 老师还在喝酒 哈哈 在跟小伙伴们聊天 我找一个 找一个那个 心灵家园的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能够跟心灵家园的小伙伴 在重庆的社区 然后重庆社区的小伙伴 安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场地 然后大家在一起 然后彼此非常的敞开 然后那种连接 真的是心与心 很底层的灵魂层面的链接 然后每个小伙伴 就是找到他的自己 然后都回去 就期待能够活出他自己的这个部分 然后 我们觉得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每一个人 就像认识了很久很久一样 所以 心灵家园的小伙伴 在衣食层面都是 都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所以我们在这里欢聚 也期待大家 能够一起来 找到我们内心最真诚 我们最真诚的朋友的一种情谊 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大家的心 连接在一起 我们把那个镜头还给 我还给你好 对对对 大家都 我们也感受到了你们的快乐 是的 就那个灵魂之舞 在这里面 问问他们 可以啊 老师可以 那就组织吧 让小太阳组织 对 来 如实如实 来来来来来 采访如实 这也是我们的老 我给你打个光吧 老灵魂 我是如实如宝 家园的朋友们都跟我叫如宝 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在重庆这儿见到我 最好的伙伴们 妈咪 手机自己 自己拨 自己拨吗 很好啊 很好啊 挺开心这两天游学 见到了麦克老师 让我们心里感觉到 今天我在车上 我都又差点哭了 感觉到就 心里是一种暖流 通过第三天的体验活动 所有的伙伴们 给到我们的温暖 和互助互爱 我觉得自己心里 得到了一种很大的释放 在这里自由的 开心的体验和感受 我非常的有幸 来到了这次的活动当中 线上和线下的体验 还是真的不一样的 如麦克老师说的 线下的场域 带给你的那种震撼 让你充分的体验和学习到 从那个理论到实践的这个过程 能得到一种很真实的检验 我觉得 希望有缘的伙伴们 都来参加线下的活动 感谢 这次活动 那个纯庆社区的所有的伙伴们 给我们精心的准备 感觉到有家的感受 这是我真心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伙伴们 是 都来见见麦克老师 你们感受非常不一样的 好 来 好 来 看 大家好 彭老师是要说的 这是重庆社学的 大家好 我是重庆社学的彭志平先生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 哪个高威医生 高威医生 高威医生的直播 我通过学过三四个话 对我自己真的感觉特别的特别开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特开心就行了 我本来不怎么 言语方面不怎么擅长 就是感觉开心就行了 好了 我们彭总是那种 就是他不知事 但是他在懵生干大事 然后大家都在跟着老师在群里学习 然后他就盖起了个重庆社区 然后我们三村楼那么非常高端的一个社区 真的是太棒了 对我们的彭总特别的有格局 特别的 狠人话不多 对 人很高高 就是这种 这就是我们彭总 然后呢 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社区活动呢 非常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位家人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对 然后从那个我们的入住 到我们的吃喝听喝用的方方面面 都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在一直超时的 然后我们今天下午讲这个两性关系的时候 我在问 我是线上有没有魏成年 他举手了 我是把魏成年拉出去 接下来我们就去魏成年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他是一直以来把这个 线下的课程一直从头到尾都是在 他在坐着啊 参与着 然后我们欢迎我们的球球 美女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球球 我是小朋友 他们说的小朋友 这次大家能来到重庆 我们非常开心 啊 我们这次也是 呃 重庆的这些社区小伙伴都是 用了真正的 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去对待每一位 来到重庆的学员 对 美女如银 这里有好多 哈哈 哈哈 心灵家园最美 对 心灵家园什么不缺 什么 什么都不缺 对 什么都不缺 尤其是美女 哈哈哈 对 所以以后也欢迎大家如果想来重庆的 就可以联系我求求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重庆 不管是有没有活动 只要你们来到重庆社区 来到重庆 我们就是一家人 然后我们重庆这边 社区也不光光说只是我们重庆的 是属于心灵家园 当成自己的家 对 然后我也有点感动 来 我就不讲了 我有点想哭 哈哈哈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也哭了 哈哈哈 对 真棒 就是这种爱的流动 各位 爱的流动各位你能就是感受得到吗 辣美滋辣 确实是 然后我们的球球 年纪轻轻 他是我们这个重庆社区朋友 同学生的这个泰坦啊 泰坦 非常的能感 而且呢 在育夫方面也是拿捏死死的 哈哈哈 对 如果有 如果有 就是 不敢 不敢说啊 就是就像明涵说的 育夫方面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技巧 稍微有一点点 可以 咨询一下我 这个方面 其实育夫不是说 不是说要真正的去讲究什么方法 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吗 我觉得不管是家庭还是对待朋友 然后包括包括就是这次来到重庆的各个地方的小伙伴 我们只要付出真心 真正的付出内心最纯正的那份爱 其实 大家都是能感受到的 包括 所以说你要学了就用到家庭上去 就是 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朋友 因为我们一定要用最最真诚的那颗心去包容他们 所以说 所以说这是其实麦 这才是麦克老师要教给我们的 就是要运用实修嘛 为什么 其实线下课程也是 就是这种体验 然后线上是没有的 对 所以大家要多多参加线下的 然后增加自己的能量 然后更好的去生活 然后我们这次在重庆就是讲的 丰盛嘛 丰盛人生怎么样去创造财富 然后怎么样去显化自己想要的 对 活出爱 活出爱 成为爱 我们要用最称诚的爱去对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对 感谢大家 可以邀请大家来到重庆玩 好 下一位吧 等一下我们有灵魂之舞 等一下麦克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跳灵魂之舞 灵魂之舞 灵魂之舞 没法直播 为什么 太私密了是吗 会疯是吗 没法直播 对 这个就是真的需要线下去体验 想哭想哭想哭 想哭就跟我们一起哭 然后呢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说我们这次呢 二嫂谢谢 好几个给我打灯的 好几个这个 卡点 如果你看在问题上 其实那只是表象的 那最深层的就是你的信念创造了你认为的这个实相 所以麦克老师第一天会颠覆我们的认知去更换我们的信念 包括他会给我们做这个信念这个卡点的清理 那第二天就是财富的一个显化 教我们如何活在当下 当然第一天晚上我们会在海边大海漂浮 然后会天使给你护场 然后我们会做那个 累了就可以不举了 然后天使给护场 我们做重生的这个疗愈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是整个活在 如何你活在第二架构 对着那个灯 会反光 对着那个灯会不会好一点 对着那个灯会反光 好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第二天会 活出分射 活在第二架构 下午呢会有就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这个经济已发展的这个密码 那财富密码 那就是老师就是用意见的角度 会给我们分析 因为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意见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现在在在哪个挂上 哪个挂 现在是在哪 对 现在是在第四摇 现在是第四摇 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挂的 第四摇 然后到2023年呢 我们就进入比较好一点的第五摇 就是站在这个角度去发 就是给大家剖析 以后疫情时代一个 经济的一个财富密码 然后等到第三天 我们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实修 然后这次实修的主题就是 就是卸命双修 那其实我们不论跟你的这个爱人也好 跟你的孩子也好 就是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 就是就是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真的完全去接纳自己 去活出自己 去爱自己的时候 你会觉得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完满的 一切都是丰盛的 所以当我们觉得 哎呀身边的这个朋友 怎么怎么样 或者你的另一半怎么样 其实是我们的内在不够接纳我们自己 那老师呢会把这个性命双修的每一天 他在每一天的下午都会带着我们实修 然后我们五天全部都要这样实修课的练习 那他其中给我们解决这个信念的卡点呀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想问的就是 问世界情为何物 他都会给到我们一个解决或者是一个答案 如果说这些是我们内心想要的 或者是是你一直在追寻的答案 我欢迎大家也感召大家去参见 我们22号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实修课 直播是没有回放的啊 今天的直播是有回放的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还有我们的实修会有 就是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开第三页 然后就是练我们的就是激活我们的松果体 重生这个部分练习你的觉察 就是这个任何一项 假如就那开天爷来说 任何一项我们在很多的这些课堂 我们都知道明武位数是下部 非常非常有爱的 他认为就是这些东西在他那里 麦克老师给到我们就是 他只是让我们去推开我们本资剧组的那扇门 他是指 他是指月亮的那个方向 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月亮 他没有把我们的能量拿走 他就是让我们透过他的指引 然后找到我们自己那个本资剧组的满满的自己 然后呢那些能量一直都在 只不过是他引领着我们去找到去找回而已 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愿意去大家跟老师去修的 就是他一直给到我们的能量就是 人本来就是佛对吧 你本来就是佛本无相是吧 众生皆是佛 那你在老师眼里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佛本最近表现非常好啊 这是我们下一步直播部队的这个后备大军 非常有潜力 那我们的今天直播呢也到了21点36了 我们呢也就是说今天重庆的三天线下游戏活动呢 也算是完美的收官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带着我们现场的小伙伴 会做一个灵魂之舞 那这个不是说不给大家直播 而是他这个厂呢只能在卸下去体验 所以说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进行直播了 那如果想去体验的家人呢 我们依然欢迎大家走进22号 我们惠州的课堂 所以说今天呢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一直的陪伴和关注 那我们明天直播节不见不散 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好谢谢我爱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